3 2 1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 RC Rainbow 频道 今天一看见两条帽兜 就知道介绍 Team Power 啦 Hello 大家好 有新产品啊 阿昌少 是 大家好 贡神 应该都熟了 看过频道都 不知道 今天玩什么呢 今天玩新电变 什么新电变呢 就是 Team Power 那款 V5 V5 BT 好了 大概说一说 原装电变就跟一只电变 但蓝牙另外要自己买 因为很多时有客户有几只电变 其实它可以分享同一个蓝牙 所以蓝牙基本上是可以独立自己去决定 需要买这么多个 另外更多一个外置的按键 即是开关键 好处就是可能有一些车 它放了一只电变之后 伸手进去开关的时候 比较空间有限 伸不到的手 对了 变成那个按键 就可以任由它黏在车架里面 不同的地方 它就容易开键 可以拔的 可以拔在旁边的东西 那我们先按住它 按住它 按住它 电变 风扇就开始开启了 那我们 本身这个电变 因为是用蓝牙挥接手机的 调校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先拔掉风扇? 可以先用手机 连接电变 那手机 看到这里吗? 看到 譬如手机 我们进去Apps 之后 按着Connect 键 接着我们掃一下 纳牙 如果是BLE BLE是电变的蓝牙 已经通过了 通过了 通过了 我们一Connect 键 之后 你会看到 它连接了 接着就有四格功能 那四格功能 主要就是 譬如说DATA DATA 上 可以看回 电变里面的即时数据 譬如输入油门 输入油门 电压 温度 RPM 或者曾经去过 最高转数 或者现在的 最高转数 或者最高转数 是多少 你可以即时看到 好处就是 你 调校的时候 你可以在不同的油门 提出即时的数据 多一个参考 第二个功能 就是 它是可以更新 软件的程式 你看到这个面板 你可以通过 下转 在网上 有点反光 你试试側一点 側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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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 不要反光 力气 側一点 側一点 譬如 我们进入这个画面之后 可以按下转 从网上下载最新的程式 下载完之后 你就可以 按Enter 去更新 更新的程式 更新完之后 走去就可以了 好 接着说完这里 其实还有一个 蓝牙的功能 那它是什么 因为 其实 如果你 譬如 同一个空间 有几个人用同一支 电变 有几个蓝牙 你又不想别人干扰了 别人不可以去连接你的电变 设置了别人的电变 设置了别人的电变 或者别人设置了你的电变 那你就出了问题 那你可以在这里 这个方法好 可以抄 就可以改自己的密码 当你改完之后 譬如设置完之后 改完之后 最重要记得自己的密码 最重要记得自己的密码 改完之后 你储存了之后 你之后 你的蓝牙 就只能对到你的手机 其他手机就对不到 好了 接着重要的环节 就是 入到设定里面 入到设定里面 其实 有几个面板 就可以 可以调整个电变里面的所有功能 整个电变里面的所有功能 其实 大画面就是 你会看到 主要是设定油门 设定煞车 接着 接着设定 接着设定 很棒 很大类 这次是特别的 这个 接着还有 一般的设定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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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行什么模式 你的Forto frequency 是多少 这样 这样 这个面板 就能够设定 所有的功能 我大概说一说 其实 电变 其实我们可以分为 它是有 头段 可以用Forto 去调整 如果比如中段 就用Booster 尾段 用Turbo 在Forto 上 其实 它有一大堆功能 我大概说一说 例如 Forto Respond 就是 油门 碰到敏感度 而 Compassion Rate 就是 你想把油门 压缩多少 你设定越大 它就压缩得越厉害 比较常用的 亦是用在Slock Mode 或者Binky Mode 而Forto Off Rate 主要是用在飘移车 它的功能 設定越大 它就令到车越测 而 Dead Band 就是 碰到油门的敏感度 即是 油门一拉 它究竟在哪一点 就立即 给力量到摩托 中位空隙 对 深水清的朋友 看到这个表 其实你看到 Dead Band 今次是我们有更新了些东西的 你看到 正常车 那些电变是4 今次的细致度 其实可以做到 已经去到3% 很小 其实很敏感 那个细致度 对了 接着 IP限制 我说起动的东西 如果越大 它的起动力就会越大 对了 接着 Limit Power 和Limit Power Range 它其实就是一组这样用的 那么 Limit Power Range 就是说 你想设计 油门 由0% 到多少% 一个范围 而去压 亿的动力 压多少呢 就在Limit Power 选择的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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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Limit Power 最大 其实是可以压锁10% 油门 对了 简单 就是说 如果 跑开Modify 你觉得它的头段 力也是太大 你就可以通过 Limit Power Range 定一个油门范围 而压低 某一个Power 你就可以用这个功能 最后这两个就简单 就是说 油门整个Power Range 整个Power Range 就是动力 是想减减多少 如果你由100% 到90% 那你的动力 其实是减了10% 对了 那那个Maximum Reverse Force 就是说 你那个 反过来 你 譬如 推油门 去刹车的位置 的时候 究竟你 向后的力 最大是多少 如果你设计得越小 那它就越小 越小 对了 那那个Forto 大概就是这样 好 接着到中段 中段 其实我们就可以 设计 那个 Boost Timing Boost Timing 其实大家都比较清楚 如果用过有Boost的 那些电变 它就 都是由0 设计到64 好了 接着 设计了之后 其实你是 可以选择 它究竟是 想用一个 有门的点 去激活 那个Boost Timing 或者用RPM 那如果你譬如 选择Forto 那你就可以在 这个Forto Trigger Position 选择 有门的位置 对了 那你现在看到 譬如 我们 可以去到90 或者是 70 80 其实都是设计的 油门位置 譬如现在是60 就代表 你的油门 如果去到60 那一点 Boost Timing 便会立刻出来 接着 它出来 那个 角度 你其实可以用 Initial Angle 即是说 你一触摸到 那个Boost Timing 你想 它一开始 立刻开到 譬如 你原本是 设计了 10度 10度 9度 设计 如果你这个 Initial Angle 我设计3度 它一到的位置 它就会先开3度 它开完3度 即是剩下6度 那6度 它就会跟回 那个时间 即是Booster Arm Rate 的时间 去开剩下6度 它会有一大堆 时间 让你去设计 即是由0.1秒 开1度 去到 由64度 即是直接开完 都可以选择 这个很视乎 你个人的喜好 那个Off Rate 最后就是 说 好 当你松油的时候 摩打转数 会跌下来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 Off Rate 去设计 跌下来的速度 其实是一样的 譬如 你设计0.1秒 1度 它就跌到很慢 即是你一松油 基本上 它的摩打速度 是慢慢跌下来的 但如果你较到64度 它就会 非常急速地跌下来的 其实那个大概功能 就是这个意思 好 接着 好了 说完中段 说到尾段 尾段 尾段 即是 当你Full Foto 或者是 走到油门 差不多最后的时候 其实你是可以用Turbo 去控制 开的1度 它都是由0到64度 可以去 那那个Arm Rate 就是一样 即是说 你想 当Turbo 一出的时候 你想它的速度 开几快 如果那个值 越大 其实它就会开得越快 如果那个数值 越慢 譬如0.1到1度 它就会开得越慢 你大概理解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那那个Off Rate 其实就跟那个Booster Off Rate 用法一样 就是说 如果你设定得越大 你一松油门的时候 它跌下来的速度 如果你设定得越大 那它就跌得越快 那这个Turbo Delay 就是说 当你的油门 准备开Turbo 那一下 去到Full Photo 那一下 你那个延时 究竟是多大 譬如你设定0.2秒 那Full Photo 之后 它就会数0.2秒 数完之后 它才会开Turbo 那最后 这个Race Mode 其实就 有Modify 和Stalk 其实它主要的分别 就是如果你选择Stalk 它就会将 你的Booster 它是Turbo 再提前一点 就是在那个程式里面 自动控制 那这样就不能再 调整的 所以那个头中尾段 大概就是这样设定的 最后就是这个Dreno 面板 其实它大概都是 教一些大路的东西 譬如你这个摩达 转的方向 究竟是顺时针 还是逆时针 即是Cordrise 即是Anti-Quadrise 那这个Motor Pose 是什么呢 其实现在我们坊间 一般 那些1比10的摩达 都是2摩达的 可能有些是4摩达 都有机会的 即是4级摩达 即是磁石 究竟是2摩达 还是4摩达 接着Running Mode 就是 你可以选择 向前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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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退 或者向前后退 这几种 那么frequency 就是 你那个 有门 那个频率 即是向前的频率 如果你教得越大 可以最大是32K 32K 代表什么呢 即是说 幼小度 会再高 再高一点 即是你教得越大 精准度幼小度 越高 所以好视乎 那一片地 究竟是否钓 如果你比较钓 可以设定低一点 如果你是 地不钓 你就可以设定大一点 可以令到那辆车 车 车 在地上 轴盾力 会提高 接着 那个 Low Rodage 的Cut-off 就是说 你的电压 究竟去到哪个情况下 就 激活低电压保护 防止你的电 过放 而令到电 发漲 接着 它也有个叫做 Photo Cut-off 就是说 电变到哪个度数 就将动力减低 避免烧 烧了电变 最后就是有个 BC BC 可以有6V和7.4V 一般我们正常 都是用6V 7.4V 可能是 譬如 如果是有些 伺候 不够力 你才用7.4V 最后一个 AC Swap 是什么 就是 现在坊间 譬如 有些车 A 和C 那些 摩打线 是不顺序的 如果你想它 顺序 你在电线上 车身上 就在车身上 车身上 就在车身上 如果正常 你没有车身上 你便不用设置 它 接着 车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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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有一大堆 车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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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Uniso Brake Force 可以達到 50% 這樣大 有一個 Brake Response Brake Response 跟 Photo Response 一樣 煞車的反應 越小就越敏感 越大就越遲出來 它的用處是哪裏呢 其實我們一般設定大一點會好一點 因為你的手如果不是操控得太幼細 其實設定大一點會好一點 因為如果你設定這麼幼細 你突然頂下去它未必有反應出來 那個 Brake Rate 是 你可以看成是整段煞車的斜線 那個斜線越高 你的煞車的斜線越來越斜 反應都會來得快一點 然後到 Maximum Big Force Maximum Big Force 就是說 你全煞車之後 究竟最大的力度是多少呢 你其實可以設定100 或者是小一點的 然後到 Drag Brake 它有分 Forward 和 Reverse 的 Drag Brake 就是 Forward 的 Drag Brake 就是說 你回中之後 那個煞車的力度是多少 就是中間的拖煞 為什麼會有一個後退 也有的呢 因為當你設定後退模式 你也有機會回中 你回中之後 它也有機會可以設定 後退回中之後的 Drag Brake 所以它也會有 Drag Brake Force Reverse 的 Drag Brake Force Reverse 的 Drag Brake Response 最後有一個 Brake Frequency 就是跟 Photo Frequency 一樣 它可以較大較小 如果你覺得 想 Brake 應一點 就設定小一點 如果你想它幼細一點 就設定大一點 大概就是這樣 好了 我現在由阿昌少做最後補充 對了 其實好像剛才所說的功能 好像是比較多一點的 但是呢 其實呢 我們可以把它減化一點 主要用家 會容易一點 碰到的東西 用到的東西 是怎樣 怎樣去調教 沒有那麼複雜呢 對了 我們簡單一點 好了 如果說頭段起動那裡 其實就是什麼 所有的東西都不需要怎樣處理 只用 IP Limiter 設定大設小 去控制起動力 然後其他東西都不需要移動 好 然後起動完之後 你會有一個中速的 中速呢 其實就直接把增加增加增加 看看你想多一點還是少一點 如果你玩 Modify 設定兩三度就算了 其他東西呢 即使用 Default Setting 其實就已經足夠了 中段 完成了 然後到尾段 尾段 尾段只要移動 Turbo урbo是直路長短 然後再調教它 之後下面的東西 其實都不用移動了 其實 如果你組裝了剛才那三個東西 基本上 你強度跑 基本上就正常運作 當然 如果你要再仔細一點 當然 當然要逐漢逐漢再仔細去調整 關於駕駛的駕駛其實也是 用回 default 設定就已經足夠了 如果一般玩家 就算在直路上突然頂駕駛的駕駛 其實那隻駕駛也是有反應的 在 default 設定上就不用做那麼多 當然要很仔細的 就真的要逐漢逐漢去調整 大概就是這樣 調整一下駕駛駛駛的動機 其實已經可以了 即是你感覺到軌距 bias 對 對了,可能只需要大量的是 簡單來說,它是一個線性的操作 其他事情,如果想反應,就需要每一項,就隨便整理 好,今天很感謝昌少和裝神解釋這麼細節的電變操作 謝謝,有什麼問題就留言 我再找專家幫你解答 好,謝謝,拜拜